大家好,我是Panam,大家好,歡迎收看Panda玩Monster World 在我打完聚魔之地每一隻我可以打的怪之後 即是材料都拿齊了 之前挑戰了二十多次黃黑龍之後 後力都打敗了Latrion 我們終於終於回來打整隻遊戲最後的BOSS 就是黑龍Vertelis 其實除了他之外還有一條龍我未打得贏過 就是Arctemperc的Velcana 即是歷戰王的兵袖龍 我相信拿到黑龍的武器應該會比較容易打得贏 所以我們就來試黑龍先 之前都看了大堆故事 我應該會在之前補回內容 現在剩下的 就真的出去看看黑龍的任務 去這個Castle Shrard 文說有頗長的片要看一看 這次坐船去 又不是坐飛船 這個還是工會的人 之前第三期團團 又不是 總指揮 總指揮 總指揮不是回到舊世界回報員 現在怎樣 有地圖 我們出海才來看地圖 這裡很多穿著Defender規甲的士兵 也有些穿得很Castle 這班舊世界的獵人 似乎不是很適用那些 Slinger 那些應該以前一向都有的東西 為什麼要有經理人去教他 這樣用這樣用 以為Elis Center EscitableElis好像轉了規格 都沒有想過我們會回去 更加沒有想過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沒有緊張 我明白 但我和我的新朋友會 全程去支援你的 無論怎樣都好 有我在 喂 什麼事 大家都想知道我怎麼想 我可以怎麼想 我在這裡解釋一下 我就想著這樣 這樣 獵人 留心了 我們終於找到 我們終於看得明白地圖了 現在說 Castle Stray 由於這個任務似乎要 要看看怎樣打 因為有些特別的事情要做 和黃黑龍比較不同 黃黑龍實斥實斥 跟進去的方法 但是都是 用刀用劍劍 但是這個任務似乎要在適當的時候 走位 用一些武器 但是這些呢 你一趕玩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用 這裏有一支 一大支矛 一大支矛 刺龍的 拿來 還有一個障礙 要人手啟動 這裏有一個開關 就是 準備了很多 大炮啊 弓箭啊 甚至有些 Roming Ballester 那個 可以動的 那支 那支 射箭機 我們終於要面對 Fatelis 真的好像以前小時候聽那些 那些 童謠啊 那些床前故事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要面對它 那跟Eletrion 黃克朗那些類似 很多相信 之前關於Fatelis的東西 都是 都是一段故事 估不到這段 故事 現在真的要成真了 以前Fatelis 根本就是 不是真的形容一隻怪物 是形容一個 一個難以面對 一個可怕的情況 基本上 但是 想不到呢 即是現在我們要面對 那條是真那條龍 就到了我們 做好準備 人家穿了盔甲 我穿了這樣 放死那條龍 看不到的 螢光綠色衣 這個城堡 相傳是之前 Fatelis 在那裡 一夜之間 是不是剷平了 之類 也是 我都不記得 那個是黃黑龍 還是黑龍的故事 我們發現到一些東西 的 這裡真的存在 這個Castle Stray 我以為真的是 你的傳說 有什麼 驚人大俠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感覺就好像 歷史和現代 突然間走在一起 但是那樣東西 就不在我們的藍圖之內 你們看到什麼 鎖住了 還是有條爛 隔住了 鎖住了那隻Dragonator 我們也走不到 他的障礙後面 就是他們曾經 打走了 Fatelis 然後 起了這個城牆 但是 這裡就說 就是他們最後 根本沒有機會 使用到Dragonator 他們發現 已經不夠打 所以放棄了進攻 不是 他們應該有用過的 他們 知道事態嚴重 盡力保衛家園 戰到最後一刻 如果他們就這樣放棄了 根本就不會有任何東西留下 總之 不知道是幫以前的人說好話還是什麼 好 怎麼都好 我們現在去討論都沒什麼意思了 那我們怎麼辦 好 有個閘在這裡阻礙 我們用不到Dragonator 我們就摧毀那個阻礙的這裡閘先 我們的部隊準備得如何 他們應該就到 好 他們很快 等我們集合齊 我們就應該有足夠的人手 不要忘記了我們 還有 我的貓很開心 由於我們帶了一些翼龍仔 所以我們決定在上面 準備了一個營地 讓我去更新一下我的地圖 什麼事 來到了 都沒有時間準備 沒有時間拆東西 已經龍來了 我們的字幕出得很遲 沒理由 什麼玩 已經來到 走 走啦 那怎麼不拆那個閘籃 那不需要用 嘩 倒了牆 我們的大軍快到了 他們說你們覺得機會如何 怎樣都好 我會幫大家拖完時間 不行 你們應該撤退 我們不可以行差踏錯 好 真是遲了很多個聖入 那就去做好它 去營地上面 快手 那究竟我們走不走 那你低估這兩個獵人 就是你走得最錯一步 相信我 我以前都試過這樣做 所以就把我們兩個在這裡打一條 拖延時間等我們的軍隊真的來到 似乎只有我們 這兩個獵人 怎麼打都沒有辦法打下龍 我們 只是負責 拖延時間等到 大軍隊可以用那些大炮 弓箭之類的東西 Alist似乎用一把 重路 那隻貓 不知頭不知路 那樣 連敵人在旁邊 都未看得清楚 似乎 掃到 噢 現身了 撞掉牆 這牆不可以摘傷 我們平時射石頭 都能撞到牠 這牆倒下來都能撞到牠 不是什麼都未做就要撞開牠 好大的頭 我應該怎麼打呢 我是不是很清楚怎麼打牠 老實說 我就是應該找刀刀劍劍劍劍劍劍劍 還是快點用戰場上的武器 這時候 AquaSky加入了我 嘩 他們很火 兄弟我發現自己還沒有吃飯 可以打頭 尾部 武器 裝備好 噴火球 我應不應該 我覺得我不應該爬你的頭 我希望我們可以做些事才死 火來到了 不斷飛撲 噴了向上 又噴火球 兜去你屁股 這個是空型還是... 我沒有石仔 這個場地有石仔 但我見到那裏 現在叫我先撿石仔 我應該一開始來撿石仔 這場戰鬥只有30分鐘 所以其實都不可以太過慢 我覺得這招會吐火在地上 什麼打去的... 他打去腰那裏 然後怎樣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已經死了 老實說 你起碼讓我先吃飯 我應該吃這個...火礦 其實 這裡整個鵬人...嘩 你整個鵬人站著看東西 有辦法談 好可怕 Senator 我們要打開ке的腰 把他打開 Tuning 我進去 禁止以後打他上頭 他要換他 說來講他都是跟你說的 只能跟他說 其他人沒辦法談 噢...還要下去了 哪一部分是他的... 問題是... 那裏是他的... 我放得很行 周圍有很多武器 怎樣 你捨得放我下去了嗎 我要自己按按鈕 原來丟到這麼偏遠的地方 這隻GAMESAR都很窄 噴在前面 站得近 應該沒事的 趁機打屁股 有什麼物理攻擊的呢 尾巴 Dust of Light你是不是給我 我是不是不應該穿沙甲來呢 沙甲我好容易死 但我覺得 尤其在未熟他之前 每次自己都半行血感不是辦法 用什麼招 嘔地 尾巴 握手 如果你在前方的話 就會 會爆啊 這個 擋住才可以 但我上次了 打頭 但是 兩東西你就起身了 兄弟 不啊 這個時候應該可以震撼的 OK 可以震撼多少下呢 這樣算不算撞到過去呢 OK 撞到 接著 兩東西推我下來的問題是 我可不可以有沒有袍 撿掉落物啊 不要管 撿不到啊 這個是什麼 飛起了 那怎麼辦啊 飛起了要怎麼打啊 看看手會做到多少傷害啊 又沒有什麼彈刀 那我又未必需要插劍 做什麼 做什麼 什麼MISDIRECTION 他是不是落了敵 噴火 噴火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打頭的機會來的 不過我 我走開 哎呀 你這時候 你踩起來啊 嘩 大鑊 走 WAT Let's go 火球是挺快的 即是稍一不留神 就會吃了火球而死的了 基本上 你幹嘛跟他一齊走來走去的 Alyse Hunter 我的貓死了 不要緊 我的貓會回來的 對呀 麻煩你 嘩 完全不知道這招想怎樣 吃美的招 什麼 他噴火的時候就叫他用BALLISTER 哎呀 耍他嗎 可以補血嗎 兄弟 他要我Fringe他啊 你猜我不想Fringe他嗎 我要Fringe到才行 他不生氣了 但是 穿好拳布 跟你玩玩玩玩 這個時候 跳上頭可以嗎 灘在這裡 哎呀 站起來了 已經好像又淋下了 但又沒氣 打到 哪裡是MISS Session啊 老闆 老闆也叫我打MISS Session 正在盡力打肚腩 OK 結束了 綁住了 那我要做些什麼 那是不是打我的頭 還是要開炮 打完了 我要補血 但是 又錯過了 這時候不要彈也好 大大力砍一下 然後被撞一下 可以補血吧 兄弟 糟糕 這樣也沒事 這東西噴噴一下突然會灑下來 好壞的 有掉落物 但是 應該先貪心吧 先貪心吧 環鳥打不死了 不斷用射擊 我的貓真是狂死 哇 飛走了 怎麼看 飛走了應該打到差不多 就算一下 它會噴大火 我要找一個躲 慶祝太早了 我們躲進那個洞 走啦 這個呢 第一次就會有這個 短片去到告訴你 要怎樣避 哇 燒到 虧甲都溶了 ああ 転了我進去 A dius 我們能否在這裡灑一些什麼 補血塵粉之類的食物 嘩 連上面這些都溶掉 人都失去 渣都不能弄 他真的燒爛了那些牆的東西 我救了他 如果說到他燒得這麼厲害的人都溶掉了 我去檢查一下下面的武器用得了沒有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大軍 對啊 調查團的人終於來了 就是說兩個獵人幫我們拖延了足夠時間 我們現在有一點希望 沒時間浪費了 動手了 就連經理人都飛出去 他們去哪裡 但其實 嘩 你 沒有穿沒有爛喔 你很厲害喔 你不會像誰 那你都沒有什麼事 你硬吃了一次之後 兩件事 第一 可以用了那支機關炮 Drenator在準備 如果可以用的時候就用了 第二件事 大隊已經到了 我們現在可以求救 即是我可以叫其他 我們可以叫其他獵人來幫忙 即是可以複製了 現在開始 我會保護他 我會照顧他 看不到阿經理說什麼 我知道你可以解決他的 真的 首先帶走阿Exerber Elyse 嘩 你倆一鬆手 那隻翼龍 飛得不好 就馬上丟掉了他 Round 2 我們要進入 我連磨刀的機會都沒有 我想說 飛的時候 可以用多些武器 我剛剛準備磨刀 你去了我後面 硬吃一下 我要 先喝著藥 但來到這裡 就沒有Escitable Elyse 幫我補血 即是說 一切都要靠自己 嘩 想不到你趴地 不過所有龍趴地都是這樣 我應該會死 我應該會死 所有這些古龍都是一出趴地的那招 基本上就按下你 但我們還要找這塊很重要的石仔 耶 無敵石仔 嘩 原來不是無敵 原來 MING 100-100很厲害 中到 但是他趴地的時間不太久 走到過來 走到過來的頭已經周到上 雖然撞會 當然會做到一些傷害 但這個在90度角位都中了 撿到一些不知特別的東西 起碼 沒了件袍 而且我已經 我覺得我應該穿防火袍 穿防火袍而不是... 喔喔喔死了死了 走了這個兜口兜面沒位置的地方 什麼事呢 飛 飛的時候我們不應該... 飛的時候你都會穿火 飛的時候不應該要穿武器呢 等一下 我有什麼武器可以用 走進來可以嗎 沒有這個開關鍵 不是這個時候用的 這個開關鍵要打到後期的時候用 你猜我現在去用這支炮會不會被打呢 死呀死呀 死呀 完全是找來死呀 用這支炮 有沒有SOLO的時候用什麼炮 站定定一直被他噴火噴死 沒什麼意思 我想要先用煙 我記得聽說有人說要先用煙 OK 撿了幾樣材料 好 第一次挑戰完了 似乎都沒有特別說 只是說我跟著來都是做同樣的任務 如果再去打 看看 特別是要做同樣的任務 沒錯 都是繼續做同樣的任務 沒錯 都是繼續做同樣的任務 黑龍的任務 有五條命 感覺上可以應付的 但是首先要熟習一下他的攻擊 我們下次回來 等我打得死他之後 應該要再跟大家回報 好啦 鏡頭一轉回來 這次的紀錄就是我真是第一次在 這個Black Dragon的任務那裡 去到打敗黑龍的紀錄來的啦 其實錄回這段龐白就已經是 可能跟這次戰鬥的時候 相距了幾個月 甚至半年 那麼久的時間啦 所以希望我大致上記得究竟發生什麼事啦 這次其實我已經挑戰了很多次啦 那些裝壁都有升級過啦 現在在用的是黃黑龍那把充能斧的 那一開始看到我吃了一個貓飯 是增強一些攻城武器的攻擊力的 那一開始也都穿了一個隱身衣裝 開始之前就喝了一些加攻擊力的藥 啊 放好兩個大爆桶在那裡啊 啊 收拾好一些小石子啊 那這一段呢 由於黑龍受到攻城氣的攻擊呢 會有兩次打down他的機會的 第一次做一千傷害呢 他就會濾掉 所以一開始 如果你設好這些砲台的東西呢 是可以做到一千傷害以上 所以就會很快地一開始就做到第一次down啦 其實短短三十分鐘內呢 你要做足夠的傷害就 就是每一分一秒都不可以浪費的啦 那一開始這裡固定 每次進來都可以設好這個架布造成 我都不記得幾多傷害啦 好像四百多一個炮彈那樣的 那所以都幾重要的這裡 那也都是說一開始可以打down去呢 那可以 你一會看到的啦 我會做好一些軟化各樣呢 或者很快就可以拿到一個機會去撞牆 一次也很有幫助 這裡其實你的貓會幫你入炸彈的 那剛才他都幫我入了一個半個 好啦 那一開始攻擊之後呢 就那個隱身衣裝沒了啦 那所以我會很快就轉回鑽身衣裝 確保他不要衝過來的時候 你覺不覺意 就是... 應該是省一點時間啦 趁機換掉他啦 那這裡呢 都打一千多二千攻擊 傷害的啦 趁機跳來你也都快快吹吹軟化頭 因為說黑龍呢 其實你打... 就算你打贏他 如果沒有破壞到頭部 起碼一次呢 就沒有機會拿到他那隻叫Evil Eye邪眼的一個素材 那一定要有那個素材才可以做到他 虧九次有一件還是兩件需要邪眼 他的武器呢 都全部都需要邪眼的 那所以其實... 在你打...打得低他之後 那叫做... 那之後再回來打他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爆頭 去到... 拿這個邪眼的啦 那... 當然... 這一次戰鬥呢 我已經是... 即是挑戰了很多次啦 都相對... 熟了很多啦 被你剛剛看到那一次第一次嘗試 那... 剛剛見到他可以趁他四腳爬爬的時候 就撞他一次牆 撞一次牆扣1300在頭部 都蠻重要的 那... 但就算挑戰了很多次啦 都是有機會... 一個不小心中個combo就死了啦 但是... 在這個任務裏面呢 你早死有死都可以叫做早死早將的 因為... 裝了一個技能呢 叫做Fortify 就是... 當你頭那兩次死呢 每一次死都會加15%的攻同防 那...所以... 早早地死呢 反而早早地加了攻防呢 就... 令到... 早早地提高了攻擊力呢 就會做得... 更加多傷害啦 那... 當你扣了他22%或21%血呢 他就會出第一次的大絕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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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ights point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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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詐容 你... котор麒... 那... 那... 可以... Clyde 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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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去飛的時候就勾上去做一些傷害 很快 亦都死了第二次 這個任務呢 算貓飯 貓寶座 其實可以死到五六次左右 這裡就用了一個Binder 其實這裡做得不太好 我應該預先把這輛年老車 設置在剛才近那個攻城器的位置 就不用他走太遠路 開車過來 用這個攻城器的攻擊 主要是射他的頭 再不然射他的胸口最大的弱點 看你自在打死他 還是自在爆頭 也早點用這個攻城器有好處 因為當你用完子彈之後 它就會等時間開始回充 早點用的話 在戰鬥裡面可以用到兩次 基本上可以用多一次 這裡就出第二次大絕 當它扣了一半血 這次算是不錯的 15分鐘就扣了一半血 那就是差不多一半一半 這裡有少少蠻的 差點就跑不回去這個 關門祭那裡的火都來著 僅僅關得及 關門順便就磨刀 補血那些 玩到這個時候 我其實主要都是吃這個 那顆大寶丸來補血 因為就可以瞬間補滿了 也帶了一些材料來 就可以吃到 有十顆八顆的應該 可以出完第二次大絕 我多數就順手走 去這裡撿第二次Binder 沒那麼快用的 但是先撿了 這次好幸運 它出這個超強的空型火 這個如果你沒有盾 沒有性 不擋 擋不了的話 還站得多兩秒就死了 但是剛才出那招空型火 也是打去頭的 很好機會 做了兩次大絕 去到第三個階段 其實你看到它的火 有些白色在裡面 比平時那些厲害很多 這裡就是我第一次 叫做局部 破壞了頭部 它會撿一次 你局部破壞了頭部 除了有機會得到邪眼之外 也會減弱噴火的傷害 不然剛才噴了白色的火 中的話就很容易死 雖然現在減弱了 也不是說不容易死 但是就好一點 你看到現在噴的火 是變成紅色的 很好把握它這個單 再對它的頭部做傷害 甚至對它的身 總之做多些傷害都很重要 當它扣到剩下38%血 它就會出第三次的大絕 第三次起 就沒有地方讓你躲 一定要走到身後面 避過去前半圓的範圍 就可以了 再一次 也是趁這些時候 就磨刀 不然平時基本上都 沒有時間讓你磨刀 去到這個階段 它多了一招在它身邊 開始噴差不多360度 噴火就很難去應付 那你不是早點留意到 站好一個半個可以避到的位置 都硬吃的機會多 打到上下 它說這個Dragonator可以用 就是那兩支大的長矛 那兩支每個頭刺中它 就可以扣5%血感 所以打到它剩下10%用 它就會死的了 剛才也看到我自己死了一次 死完之後 穿著隱身衣裝 亦都下來用多一次Binder 這個時候已經去到差不多25分鐘了 這支Roaming Ballista 亦都cool down 完 再穿著鑽身衣裝 無敵一會兒 這個時候如果你想爆它 應該繼續打頭 但我這次目標是殺了 去完成任務為主 所以因為頭比較細 都會動來動去 如果你走去打一個頭 就很有機會miss 所以打一個深喉算 當它剩下20%血 就會出第四次大轉 亦都避開它先 時間 時間 就是剛才說的25分鐘左右 剩下20%血 都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這個時候 由於時間無多 就拼命一些 結果又再死 我都不記得這裡死了多少次 再一次出空型火的時候 就打頭的好機會 但對著它呢 兩招就被它打暈了 又再死多一次 這裡剩下最後一次 繼續機會 即是最後一條命 打到它剩下5% 其實它就做第五次的大絕噴火了 有些人就會在它出完 或者盡早用了Dragon later 扣它10% 但這次由於種種原因 我就要等到它 去到最後 因為其實如果它噴最後一次火 你才用 就肯定這個Dragon later 可以刺死它了 引它過來這個時候 拉一拉這個按鈕 BOOM 看到扣三千多 它好像有三千多 我都不記得 它好像六萬多血 SOLO的話 這次是第一次打贏它 雖然爆頭就只是局部爆到 在刨它這個皮的時候 都有機會拿到邪眼 如果你有爆頭的話應該是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先後拿了三隻眼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只有兩隻眼 好像刨它身拿了一隻 然後任務又拿一隻之類 還是刨它身拿了一隻 然後任務又給了兩隻 然後是完全爆頭 又會guarantee 肯定你會得到一隻 由於那個邪眼 其實對於做它的裝備太重要 所以其實 你打得死它 但是完全爆不到頭 的話 拿也拿不到 眼力也不夠 完成任務 拿了一些比較稀有的技能石 我想我挑戰了它 應該有 不知道是三十次以上 還是五十次以上 我想打黑龍 完成任務之後 回來Esterra 我們就來看看故事 回來第一件事 當然要跟總指揮聊天 好聶人 你回來就好了 我想你有沒有已經 休息回舊 康復在這場戰鬥之後 你又真的 有一個真正聶人的鬥志 你有一個訪客 跟我一起來 這個就是之前任務 舊世界派來的將軍 A的新台已經沒事了 好回了 麥經理人說 我說 有些意外 你再一次來這個新世界 總指揮解釋 他過來觀察一下 所以就不會鬥 很久的 我發現你的頭石器技術很有趣 我亦都覺得你們這個調查團 很有彈性的架構 令你們應變任何情況 是一個好好的事 所以我過來觀摩一下 如果沒有你們這麼好的團隊作為基礎 我們這次任務就很難成功 你們不只各自都很有能力 而且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這個 A的新台原來叫做 Aidan的名字 有一個人聽到你努力戰鬥保護你的隊友的消息 都嚇到身受重傷 都很擔心你 那個就是你師傅 聽到你又再一次令自己身陷險境 他又怒氣又擔心 他的師傅叫Julius 其實在Netflix那裡 都有一套Monthenter的動畫 應該是歐美那邊做的 就是講這個excitable aliens 怎麼認識他師傅 那時候是一條村落的一個故事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時候是將軍說 我想跟你們出去一起接任務 去看一下你們怎樣運作 那兩位經理人就說 那就等我們由文書工作開始 還有教一下你怎樣用那個Slinger 那個彈射器 各位這個客人就交給你們招呼 好 向他講解一下 介紹一下 展示一下我們這個新大陸這裡的一切 這樣 之後跟很多NPC聊天都會有話說 不過我就不個個都展輯在這裡 還要那幾個在這裡講一講 包括總指揮 還有你打敗了Vatelis 有很多文件要去處理我們 但是 個個都忙得 沒有時間休息 忽然想起 我從來都沒有問過你 其實你從哪裡來的呢 你從哪裡來的 真的這樣 不重要 我好奇一問的 最重要是你來了新世界 新大陸這裡 加入了我們 那我真是 多謝你這樣 我也不知道你 Vatelis突然提早出現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保持這麼冷靜的 就算我 我也有點覺得 這次我們就會死在這裡 那 那過來跟Sika聊天 他主要是說 他經常都覺得 我們作為獵人 就殺了很多龍 那樣 但是終有一天呢 可能一些其他東西 就會終結人類的 那研究班那裡也都說了 人類的滅亡都不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來的 終有一天呢 就是跟其他生物都一樣都有機會發生的 那來到這個新大陸的經驗 以及證實了Vatelis不是一個傳說那麼簡單 就令他更加肯定他的想法了 但雖然如此 為何人類依然覺得他們是唯一 就是一個特別的萬物之靈也好 特別的存在也好 很多時候對於我們難以想像的一些存在 我們就當了他是古龍 但我自己都有一些開始質疑這個理解的方法 所以請你都多些去想這一方面的問題 其實說了一輪都很圓 不是很清楚究竟想表達些什麼 但跟經驗說話就簡單很多 就是盛讚一下你 竟然這樣都可以搞得行 但他自己都滿腦子疑問的 例如Vatelis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他擁有這麼大的力量呢 他可以一夜之間摧毀整個城市的 整個國家的力量 有什麼原因 他是不是尋求些什麼呢 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一切一切謎團 或者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解開了 生命實在太短暫了 回到Seliana這邊就有 Escitable A list 我又說說在他老家那裡 有時他都接過一些挺特別的任務 以前他就覺得完成任務是最重要的一回事 但我錯了 當時我的師傅就教我安全第一 其實任務第二 而當我被運回到這個新大陸的時候 即是他對Vatelis之戰受傷之後 原來他就發高燒和暈了 但是他師傅和Field Team Leader 就沒有離開過他身邊 他的座右銘就是Stand and Fight 即是緊守崗位努力一戰 拼死一戰 他相信以前Castle Stray的人 都是有這個格言的 很期待將這次戰鬥的一切 就是長情交代給其他人知道 但是忽然醒起就忘了申請放假 那怎麼辦呢 我的假期 唉沒辦法 唯有要再戰鬥多一段時間 對吧 怎樣都好 交這件事給你 當是一個幸運符 那樣 看你經常都在東西上跌下來 或者你需要他 那樣 然後跟Tracker說說說 恭喜你 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任務 就是那個聖敗傳亡很重要 但是你成功做到了 我們目擊了一個很激烈的戰鬥 我以前都沒想過我們會見到這樣的一日 不過呢 譬如當時打王黑龍的時候 我們都有同樣的想法 工會那邊呢 其實是非常震驚非常興奮 現在都不能怪他們的 我們大家都很想尋求真相 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 只是有知識是不夠的 還需要知道什麼時候 認真去對待一些東西 有很多人對這件事是非常認真的 但我不是只指工會那邊的人 現在呢 是要看一下每一個人 怎樣接受這個現實的時候 而我呢 我就相信 只是想相信我們的未來 和一切帶領我們前進的東西 你又怎麼看啊 你應該停下來好好想想 每個人都叫我好好想想 打敗了黑龍之後 就可以做它的盔甲 這裡見到我打敗了一次之後 由於材料不足夠 都只可以做到三個parts 另外這裡呢 就是可以裝到一些武器那裡的一些吊式 這一個就很漂亮的 那兩條很飄逸的帶 另外一個就是好像黑龍的心 看到在劍上面紅紅色的那一顆就是了 另外也可以做貓的盔甲 顏色有點奇怪 因為這個是跟了我的貓原本那套三個顏色 可以將它變成一隻迷你版的黑龍 而它的武器呢 就會變成一個獵人 拿著一把大劍在它背部 這樣 是一個挺特別的造型 都有不少人喜歡用的 然後這裡就是一次我成功破壞了 完全破壞它頭部的一個戰鬥 那這裡剛才那是completely broken還是什麼呢 好像是completely broken來的了 然後呢 這裡用了一支drainator打它 但是剩下 打到你看到上面我開了一個mode 是可以看到它的血量的 最後這裡稍微慢了半秒 但剩下28血的時候time up 這次好像我第一次拿到邪眼的 第一次完全破壞頭部 但我任務就失敗了 那我將這件事即post了上reddit 是有人讚賞過的 這裡看到我第一次拿到Evil Eye 那我就拍到Screen Cap 30分鐘 打剩下28血 然後這次呢 應該我第一次完成了 及後追加的那個 Fade to Black的任務 那個任務基本上一樣打快 但只可以死三次 即是說更難過之前那個故事版本的Black Dragon任務 這次打得贏它 但又沒有完全破壞頭部 所以又做一次是沒有Evil Eye的 都打了29分34點幾秒 剩下不夠半分鐘時間就會失敗 當然啦 及後我再打了好幾次 也都成功了 我想四五次左右 總共 拿到足夠的材料 做完整套規格 做了我想用的武器 也都upgrade了一些 那些飾品之類的東西 對了 這個黑龍的任務 或者黑龍這個戰鬥 我覺得的確是整個遊戲裡面最難的一個戰鬥 之後還有一條 叫做歷戰王冰咒龍 那個難度 有些人就說 跟黑龍差不多 但我覺得 那個其中一個難的地方 純粹因為他有十 你獨自都要打十幾萬血 很多時候你不死的話 都會timeout了 但當你打了黑龍 做了黑龍的規格和武器之後 攻擊力會提升不少 跟著去打歷戰王冰咒龍 就容易很多 我也是之前挑戰過歷戰王冰咒龍 但失敗 在打完黑龍做了規格之後 去打 跟著好像第二次就已經成功了 但去到這個級數的戰鬥 始終都是挺難玩 挺大壓力的 所以 我又不太需要他的裝備 他的規格的情況下 我好像打成功了一次之後 都沒有再嘗試過了 但在打完這兩條龍之後 就叫做Montsunderworld的所有對手 所有敵人 所有龍 我都起碼打過一次 叫做成功過了 戰鬥方面我叫做玩完 但最近我就努力地 企圖拿了剩下的 小小的成功 當我拿完之後 或者會再出多一條片 概括整個Montsunderworld的 經歷的旅程 來到這裡我已經玩了這遊戲 超過2000小時 當然當中包含很多 AFK的時間 走開了的時間 但他怎麼都會是我人生中 花最長時間去玩的遊戲之一 這次就說到這裡 我是Panda 露餅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